嗨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呢是一个新的主题 因为今天我想要清冰箱 所以我想说那我来拍一下主妇系列的清冰箱单元好了 那因为我们之前前天朋友来家里吃火锅 然后有多退了一些火锅肉片 但还没有吃完 我觉得丢掉很浪费 昨天有吃了一些 今天我想要做另外一道料理把它给削掉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做猪肉泡菜拉面 总之呢我准备都是有猪肉跟泡菜嘛 这是我们还没吃完的泡菜 我们家里呢冰箱就是一定都会有泡菜在 接着就是味噌 我今天的汤头要用味噌来做 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来做呢 因为呢有一次我在我们很爱的那个寿司店叫小新和食嘛 然后老板有一次就做了这个面给我吃 我觉得很好吃 而且又很有妈妈的味道 所以我昨天就问她说她那碗面是怎么做的 那她跟我说她的汤底呢是用味噌做的 所以我今天要来试试看 接着呢就是面条 面条我用的是这个五目拉面的关东面 这个也是小新老板推荐的 我们那时候一吃呢就爱上了 然后至今应该吃了五包以上有了 然后我今天还想要再加一颗蛋 好我现在先准备了两锅水 这锅水呢是要煮面用的 然后这锅水呢就是我要煮整个面用的 第一次拍煮饭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 反正我先烧水 这个面呢就是要等水滚了之后 放进去 然后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呢要转小火 你再慢慢的煮一下 因为通常我都是三分钟之后 我会先试试一下 觉得这个硬度是不是我要的 我觉得她没有说一定要几分钟 就三分钟之后呢转小火 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你觉得太硬 可能就再煮个一分钟这样子 这个我要来先做味噌汤 因为今天我们有泡菜嘛 所以我想说 今天的味噌里面就不放洋葱好了 我就直接用味噌 但说真的啊 我每次做味噌汤啊 都不知道味噌到底要放多少 因为每个味噌 真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应该还好吧 我现在肚子超饿的 我现在就是很习惯说 虽然肚子饿 然后还是会想要自己煮饭来吃 以前住在明天社区的时候 就是肚子饿 你完全就是 会觉得煮饭很麻烦很累 只想要出去赶快吃一次就结束了 不过现在呢就是会觉得 煮饭也是一种 就是让自己放松啦 你不会那么紧绷 然后我就是想要好好地煮一顿饭 好好地吃完一顿饭之后呢 再去工作 这心情上的改变真的非常非常大 很奇妙 因为以前我们也是那种 就是说啊 天哪 你肚子很饿 然后还要自己在那边煮饭 那么瘦得了 然后朋友就说 煮饭很疗愈啊 那现在我终于体会到这种感觉了 觉得煮饭好疗愈喔 我们家其实有两款味噌 然后这个好像是在全面卖的 这个味噌比较适合拿来做料理 就是不适合拿来单喝 单喝你会觉得它的味道很单 你就只有咸味而已 你会觉得说应该要再放一些 洋葱啊 豬肉 海鲜 海带等等的 或者是拿去做 一些味噌的料理 它就不适合拿来做味噌汤 我觉得把它拿来做汤头 应该是适合的吧 那这个五目拉面呢 其实就这样小小一捆 我总共是觉得 我们两个人一人吃一捆 不够 至少一个人吃一捆半吧 我们两个可以吃到这样子 那今天啊 我就 我想说我就注意捆就好了 因为现在我老公不在 所以我镜头能定在这边 我没办法移动它 这个水滚了 我要把这个面放下去 照理来讲呢 座位置应该要用这个烧子 就是它会有些渣渣嘛 应该要把那个渣渣滤掉 然后 后餐应该要什么时候放 但应该是最后再放的 先做完汤头 然后 面煮好 把面放下去 把肉放下去 把个蛋 再放入 泡菜吧 我刚刚忘了小闹钟 其实平常煮饭呢 会放音乐 尤其是早上的时候 就觉得 那感觉真的太棒了 面还蛮硬的 所以我要再煮一下下 面好了 我现在要把它 移过去了 汤有点多 还不错 但是味噌味道好浓喔 打蛋 妈妈来了 她就爱吃蛋 完成啦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欸 但是 就是 是可以吃的啦 先来 喝一下 汤 嗯 我觉得还不错欸 因为 一开始 喝味噌汤的时候 会觉得很单调 但是后来加了猪肉 就有那个猪肉香了 那我再把这个 泡菜稍微搅散一下 这汤真的好厉害喔 而且它加猪肉 会变得好香 还不错呢 嗯 结果肉配泡菜 绝配 好吗 好正喔 那因为 面条啊 我后来不是又放去 味噌汤吗 又煮了一下 所以它变得有点 太软了 不过这样做真的是 随便做一做就有个味道出来耶 好棒喔 我觉得我今天用的是 正安泡菜 因为正安泡菜比较偏酸 如果是用中加浦的泡菜 因为它那个大蒜味很重嘛 应该更有妈妈的味道啦 而且这样子做真的 也不用花几分钟的时间 又可以清冰箱 又可以吃到健康的东西 外面都会加一些有的没的 又吃愿满足 好好吃 又自己做的东西 我妈 她不喜欢泡菜 所以她都不用来这边 在她的店店上面睡觉 每次我们煮这种 韩式的东西 她都不会在我们身边 但是她好喜欢吃 嗯 法国面包 然后 还有什么 就法国面包是最爱吃的 她一定都会在 后面这边 坐着等 而且我觉得 自己煮饭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放料 放得非常的不手软 像我这个猪肉跟泡菜都超多的 好好吃喔 你有没有看我流了多少汗 我流了 我流了好多汗 今天还有点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冷气团来 我今天还流汗 说实在 这个真的是一道 完全不会失败的料理 因为你汤头就已经用味噌了嘛 就一定很容易有味道出来 如果你想要再让味道更丰富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加一些蛤蜊 或是蝦子也可以 然后 你看再搭配猪肉泡菜 这很好吃啊 完全不会失败 你怎么煮技巧 什么技术再怎么不好 我觉得我不会失败 这三个材料放在一起 它就是有它一定的味道 而且我平常啊 很少会把汤喝公公欸 这好好喝 好好吃喔 大满足 如果大家看完这影片 现在肚子饿对不对 赶快去吃啊 赶快去煮来吃 这好简单 又好方便喔 真的是一道 就是 很妈妈家常的料理 感觉就说 妈我肚子饿了 然后妈妈就会端出一道 这种猪肉泡菜面来给你吃 好啦 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喜欢喔 哇 第四挑战 成功 那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 有问题的话就留言给我咯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